不是地铁判官删不起 而是暖男盖背更有性价比 眼前这个小哥在坐地铁时 偶遇没素质大妈 一人横躺占据了三个座位 旁边的乘客要么装作没看见 要么只用眼神骂脏话 身体却没行动 就在我以为小哥也会选择无视时 他却在鲁莽和胆怯中选择了智慧 只见他反手解开面袄拉链 再把手机放在座位上后 静止走向大妈 这一举动瞬间吓得大妈经坐而起 眼神都清澈了不少 11秒也不敢耽搁 马上把座位都让了出来 网友们见状 纷纷称赞起小哥的情商 不打也不骂 用独具一格的方法 直接治好大妈的坏毛病 还让对方以后 每次一想躺都能想到小哥 本以为这已经是情商的天花板 可接下来登场 这位更是重量级 大妈因不满别人生意好 千方百计阻挠对方摆摊 就在二人吵得不可开交时 接下来的画面 直接让我想到萎缩 好家伙 这一勤大妈 不仅攻击力瞬间降低 大脑更是直接当街 自己明明预演了 年轻人所有吵架套路 唯独没想到 对方会来这招 网友更是调侃道 这一勤大爷的危机感 不就来了吗 要是大妈明天还来 不知小哥该如何应对 一个是地铁判官高情商板 一个是动口不动手的真君泽 让人不得不感慨 这个世界 真的颠成了我喜欢的样子 一个人到底能捅多大的娄子 如果说 去年的唐山烧烤事件 让唐山在一夜之间 摘掉了文明城市的招牌 那么 这两个精神小伙 就是仅凭一己之力 毁掉了一座城市的未来 2002年 蓝阳两名技巧学生 因为没钱上网 带上水果刀 出门抢劫 并拦截了一位 文质彬彬的大叔 奇怪的是 大叔见状没有恐惧 反而朴口婆心地 劝劫二人 身为学生 就要好好学习 却不料这句话 激怒了为首的混贵 当即用刀 刺中了对方的大腿动脉 并夺走了男子身上的手机 和几百块钱 得手后的二人 马上扎进网吧 潇洒 而失血过多的男子 因为没有手机 无法求救 最终横死街头 尸体直到第二天 才被警方发现 本以为 这只是一袭 普通的抢劫惨剧 可当警方通报出来那一刻 全国都震惊了 死者名叫庄炳昌 是堪比袁隆平的 国宝级科学家 中国的第二头客龙牛 就是庄炳昌团队的 研究成果 这还不是他最大的成就 彼时 一个小时 刚被蓝阳农学院 聘为特聘研究员 以谋求技术突破 如果不是因为这场惨剧 我国的大斗 或许早就能实现 自己自足 而不是现在这样 仍需大量进口 说两个混混的行为 直接影响了国运 也毫不为过 最终二人在网吧 被警方抓获 刚成年那个被判处死刑 未成年的被判了死缓 案件发生后 全县正法委 被全部裁撤 蓝阳市网吧数量断牙时下跌 工厂 大学 集体迁往外地 我才明白 熊外婆的故事 一点都没有夸张 网友分享 她的姨父在矿场上班 说熊会学人敲门 所以他们那边开门前 必须要问是谁 藏族朋友说 他们那边的熊 会把牛粪顶头上 装成戴帽子的牧民 本地人一般不会上当 但旅行者在起屋时 看见有个戴帽子的大哥招手 十有八九还真会过去 所以动物园里 看似憨憨憨的熊 其实远比你想象中更加聪明 他们站起来招手 可能不是在卖萌 而是想把你骗下去吃了 看过一个放熊归山的视频 车是无人驾驶的 熊出龙后 第一反应不是好 而是去掏驾驶室 想找人报仇 发现没人后 又去检查笼子里面 最可怕的是 看见两边都没人 那熊还会把头低下检查车底 人都不一定能想起来这点 以前去西藏玩的时候 大午天碰见个黑影在招手 导游让直接往前开 别减速 开到五米左右 我才看清是个熊 我们开过去 它没有追 还继续在招手 好家伙 这幸亏不是骑的摩托车 而且熊吃人可不会献杀 一般都是活吃 美国一女孩被熊袭击 录音里最后一句话 就是妈妈 她在吃我的腿 我好疼 甚至还有网友 拍到动物园的熊 站起来尝试开门 好家伙 光看图片就起一身鸡皮疙瘩 单方面宣布 从此我不再粉熊耳熊的 光头强才是永远低神